成型机是消失母白居成型的专用设备 是将经过发泡熟化处理后的原料自动送入模具 然后通过蒸汽加热使其二次膨胀成型 再经过冷却定型 最终由压缩器将泡熟制品自动脱离模具 成型机主机为焊接或铸铁构架 采用四导柱历史布局 蒸汽、压缩器、冷却水和真空排污管路 组成优越的机、电、液、气动一体化系统 整机各系统完美组合 生产效率高 成型机采用可编程控制器PLC进行控制 触摸式的人机界面可对工艺参数及内置程序 进行设定或修改 温度、时间、压力等各项参数 均可根据成型模型的大小、厚薄、复杂程度 调整并采用自动检测、传感、调节方式 实现高度智能化与自动化控制功能 高压脉冲装置可配备多达6把射料枪 实现自动料枪从顶板向下入料 自动脉冲式进料 满足复杂件的进料要求 确保各种复杂结构的白模 饱满不变形 成型机完整的运行过程分为 开模、合模、预热、进料、加热、冷却、托模等自动循环程序 开模、合模 采用高精度型长开关控制开模、合模 通过调整感应挡圈的位置 保证合模流缝位置重复一致 预热 通入蒸汽预热 将模内冷空气排出 提高模具温度并均匀受热 确保白模质量 净料 净料之前进行预吹 消除模具中的水分、料力 然后由料腔通过净料管加料 加热 蒸汽同时从气栽孔进入模具器室内 确保白模珠粒得到充分的二次预发 使白模成形 冷却 冷却水通过喷磷管喷向模型 使模型迅速冷却成形 拨模 开模至形成设定位置 通入压缩器将炮速模型自动脱离模具 成形机按照合模传动方式分为机械成形机和液压成形机 机械成形机的型号为 ROCX-101 采用电机减速机 撕杠传动系统 带动动模移动 升降速度为25毫米每秒 该设备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 价格便宜 可用于立式成形机 该种设备运动精度 合模精度高 并且可调 可很好控制台模间隙 易于实现自动化操作 但需要液压系统 成本较高 一般成形机常规的台面尺寸为 1200毫米乘1000毫米 1500毫米乘1200毫米 1800毫米乘1500毫米三种 标准有效形成均为1000毫米 特殊规格 具体形成要根据客户产品的大小和模具的规格来定 更多信息 进行关注河北瑞欧萧师母科技有限公司网站及微信平台 瑞欧萧师母将会为您提供更多的惊喜和服务